一个不孝顺的人 连土地功都不让他踏他的土地 你不可能修行 你得不到任何修行的功德 因为不孝顺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学现代人 随便把父母就放到老人院 放到老人院 除非父母心甘情愿觉得那边很快乐 另当别论 现在有些老人院很贵很贵 服务很好 那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父母不想去的 你千万不要勉强他去 你要亲自想办法照顾或请人照顾 北部在家里他就比较安心